关于备份的部分 我们有分两种 一种是网站它是带馆在我们的主机空间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每天帮客户做备份 总共备7天 也就是说你的损失最多最多就是一天 然后每天备份的档案总共维持有7个档案 最近的7天 然后如果是在站内的部分 目前看到这个画面里面也有安装一个 backup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自己的资料下载回去的话 只要按这个立即备份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下载 这边就有下载档案 因为档案可能会越来越多 随着你的网站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备份的时候就会把档案切开 让你去下载的时候 这个被我删掉 所以找不到档案 让你在下载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一个一个下载 然后你如果要搬家搬到你自己的主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全部把它上传 然后再按还原就可以 把它还原回去你自己的主机 因为这是卖段的软体 所以软体是可以让客户自己下载回去 安装在你们自己的主机的 这是OK的 只要你们主机的规格是符合的话 这个是OK的 那这个软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资料库快照的部分 就是有些客户会自己去修改一些内容 然后怕改错了 譬如说你要改美工的部分 你想改的漂亮一点 网站前单想要改的不一样改的漂亮一点 那你在修改之前呢 你可以来资料库快照这边去按一下 去创建一个资料库的快照 这是一个很快速的备份方式 备份你的资料库 那按一个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备份资料就跑出来了 然后如果说你在更改的过程中觉得 你改错了 你想要恢复到你之前按快照的那个时间点 那你就点一下restore 就可以把资料库还原回去了 但资料库它只包含文字 它不包含你上传的一些图片 所以这个就是万一你改错了一些数据 你可以把它按restore还原回去 这个是可以预防你改错的部分 这原本